菲律宾近海发现了一架解放军无人机 透露出的信息不寻常 日前有记者在菲律宾西海岸附近的海面上 拍摄到一架构型奇特的无人机 特别道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架中国的无真7 高空长航式侦察机 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版全球鹰 作为我军近几年经常出现在周边空域的战略无人机 无真7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为了接下来几天 美飞兼命将2024联合军演而来的 作为马克思在华盛顿与日本和美国签署协议后 美飞之间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演习 而且针对性特别强 因此受到我军关照是必然的 估计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的军演上 无真7还有海军的侦察船都会强势为官的 但是无真7作为我军的一款战略性装备 出现在菲律宾近海空域 其意义绝非只是为了监视一场演习这么简单 在此之前 无真7经常出现的地方 往往是一些局势相对比较紧张的地区 比如说日本海 东海 台海附近空域 现在看来 我们对南海的局势 以及对菲律宾的战略定位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不再将菲律宾视为地区的合作伙伴 而是定义为可能损害国家安全 主权等核心利益的潜在威胁 这是无真7出现在菲律宾近海空域 所传递出的重要信号 前段时间马克思还在对媒体嘴硬宣称 与美日的协议不会影响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 这种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 在中国人的眼里 菲律宾正在变成一个安全隐患 去年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了9个军事基地 其中一个是靠近台海地区 那就在最近马克思也是直接摊牌了 直接坦诚开放这些军事基地 说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 最近美军还借着美非军演的机会 将陆基中程导弹部署到了菲律宾 而从美军的描述来看 这次部署很可能就是永久驻扎了 一个危险的信号 就是马克思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 对美国为菲律宾而占有多少信心 以及美国能为菲律宾做到哪一步 他当场卡了壳 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说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心知肚明美国想要干什么 能给菲律宾带来什么 但他依旧选择追随美国的地缘政策 显然是准备一条路走往黑了 事实上 当美军通过妙手计划将菲律宾推到南海地缘博弈之后 菲律宾引人成为南海局势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如今吴真奇出现在菲律宾近海公寓 也算是小马克思求垂得垂的结果 解放军已经将战略力量投放到菲律宾周围 而这次吴真奇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解放军的威慑力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菲律宾周边海域 马克思宣称要加强美菲同盟 是为了加强菲律宾的安全 但最终我想他得到的就是深陷大国博弈前沿的无尽风险 我把它弄回了